就是创作本质上是记性 本质都是记性 今儿咱们在一起 聊天 必须记性 对 就是你要真的是出神了 学得出神了 他这个观众一下子就进去 我的竖行 首先是竖心形 就是我叫附体 你从心理上 你一定要变成那个人 我曾经演过一个小警符动 一个卖咸带鱼的 当时特殊时期 他们家出身不好 老是看不起 受人家挤得看不起 结果他那二叔就说 你呀 把他这侄子找来 说哪天你就冒充一个解碰军 上我们家来看看我来 就告诉他们 我们家里有登兵的 我们家出身 也没那么差 结果这个卖咸带鱼 这傻小子 又傻又笨 胆又小 所以上来他有那么一段 他说 二叔忙 战备工作这么紧张 好不容易才请了半天假 我们首长说 你二叔不是尝到我们部队 来的那位老同志吗 就这么一段词 二叔 忙 你要把他鲜明起来也活了 怎么办 就全面那四个字 我们塑造人物 第一就是说这个附体 你必须要找到他的感觉 你变成他 以后站着坐着握着走着 见点谁说 全都是这人的这个话 所以我就一直就 我们第一个工作就是说 我怎么变成他 那会儿还骑自行车呢 一边骑 一边就说 进门说 二叔忙的 这不对 这傻小子 不那么说 咱们那个小杜文和 我从他那找着了 因为什么呢 他见人呢 老讨好 忙的 我就见过这样的人 忙的 他还挺高兴 这个北京那孩子说话呢 还有点大舌头 二叔不叫二叔 他就是吃字 所以这吃字 又出了一个 进来一个号 你看他穿着是解放军的衣服 背着包整整齐齐的 结果这解放军呢 还得给人家 鞠躬 那会儿鞠躬带打签 没有完全变过来 打签是这样 到后来呢 就不这样了 就这样 歪一边 再往后呢 就光往下 往前搭了脑袋 哦 忙的 忙的 这个 所以摸这个 又见着啥不过去 就这样 呜 忙的 就这个 我就琢磨 忙的 我骑紫行 呜 忙的 就这功夫 有一个人 我就晕进去了 入镜了 有一个人骑紫行车 又旁边过去 给我一句话 告诉我 神经病 我这才醒过来 哎呦 这个 你们是画家呀 这是又又身体 这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就是画家呀 去描摸一个 画家 当然你看的是他外形 对对对 好的画家 能让你看到他的心理 能看到这个意 哎呦 这个真是不得了了 而且 你也就复兴 然后后边呢 你就得给他改成这 背书 人家给他写的手 他自己写手 战备工作 这么紧张 我们首长说 你二十五不就是成 那我们部队来得 那位老同志吗 人很老实吗 我什么呢 然后他就变成这么一个人 树心 他先是心里 你要变成他 活灵活现 而且您上次刚才讲一个 我觉得那更高了 我觉得这个 就是在艺术上的很多 非常高的这个境界 我好像也是听您说的 就是说也是书秀文老师吧 是说后来是李婉芬老师 演一个什么骆驼翔子 对吗 演骆驼翔子 演完之后呢 书秀文老师看 说看了完了之后就说 哎 你演得挺好 这个李婉芬老师就说 哎哪好啊 这书秀文老师说什么 不告诉你 告诉你啊 下次就不好了 真好 我一直记到现在 对 我觉得这个非这个演员 他因为我主持人都有这个体会啊 你要意识到 你比如说观众夸你什么地儿好 你下次这分寸就不对了 对 你有了意义了 你一强调就坏 这个例子可以就是 这我们在文艺学习 哎 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个 你就是创作本质上是记性的 嗯 本质都是记性 今儿咱们在一起 聊天 必须记性 对 你一个这样 咱就随随便面聊啊 朋友复登啊 到我这儿没什么那个任务 这都是我说的话 对 你就想希望 到你这儿来喝茶的茶客啊 对 叫记性状态 对 碰什么是什么 对 简介由导演 由导演后台简介 不简 爱怎么演都知道 不简 对 不是 他这记性状态实际上是 创作的一个规律 对 好像您刚才说过是玩什么 对 真的 你贝多芬多少遍的演奏 但是百遍听 他希望获得记性状态的 对吧 这个我们这记性是没法不记性 但您那个记性是多少遍之后 但是 每一次还想 你想梅兰芳先生 就是那个老实京剧的 人也就百看不见 是为什么 竖在那儿 我的技术决定 我每一次都是记性 竖 这就很高了 我不是 叫什么 我们话剧不叫 拷贝艺术 拷贝艺术 卡卡卡 每次都一样的 对 出脚片 拍一次 这个就行了 我们常常演 说的一样的词 演的一样的事 但是 你每天要 你那个技术保证 你每次都真 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难 就是我们一遍面排练 一遍遍排练 都是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你比如复林 再来一遍 你复林 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情感戏 特别难演的情感戏 这个东西 你要达到技术 你比如说 于世之老师给我们讲过课 我还在空军呢 空军化学 然后世之老师来讲表演课 他讲了好多 我就记住一句话 他说你甭信那个体验 哇 我们都觉得 我们就要听他体验的授课 就是一个演员 表演艺术 你一定要体验到人物里面去 我们就想奔着这个体验 他说也别人都信这个 你比如说我演那个小妞子 就是 小溜麻子要带着人来收他这个茶馆来了 那个摩托 那个基普车 那个刹车的声 像是一个恶 恶号 然后他就 爷爷 你倒是带他走啊 带他走啊 那个是感情戏 对 快点逃走啊 坏蛋来了 他说这点是难言的 可是他又使劲地搂着 那个小妞子的肩膀 但是他自己又跺脚 倒是快走啊 他说我每次演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一边说着 我就是演得好啊 然后有的时候 今天不搭对啊 他就讲什么 那这演员有第二自我 就是你投入到角色中间 还有一个审视自己 调整自己 支配自己的演员性 演员的本性 你心里也在观察你自己 他就是意思是 你们别好像觉得自己全是真的 不可能全是真的呀 你是假 假扮 但是你必须有办法 所以林长华后来发展这个道理 就给我们讲 装龙像龙 装虎像虎 你把那个龙和虎 不在乎 你要在乎那个装字 你再怎么像 你怎么可能是虎和龙呢 对 但是装是技术 所以我在讲 演员从基本功开始 刚才你说了一句说 光复老师也在说 我们这行法没技术 人家音乐有音准 有节拍 有节奏 然后舞蹈 有那个把杆 什么什么 都有标准 戏剧演员 那扮演 成事 话剧是什么呢 话剧是刚才说会模仿 等等等等 但是话剧的技术 在基本功层面上 是要有标准的 除了台词 还有身体 形体的支配自己的力量 支配自己的这种 就是协调性啊 什么等等 控制啊 等等等等 会使用的 接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